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信证券投顾 大师兄孙武仲 短冲期限获得专家 今天是2021年10月19号星期二 很高兴又在这里为大家解盘 我想今天台股又大涨 那昨天有跟大家说 行情总在决望中诞生 那你看一下今天行情又往上走 所以再次印证老师跟大家讲 那整个行情今天最强的 当然就是几个类股啦 包括玻璃电子零组件光电半导体跟化工 那整个成交上最大当然是半导体类股主流 那我想大师兄一直在节目讲 这一波的主流半导体类股IC设计 还有包括一些晶圆代工 还有一些像风车啦 像一些所谓的晶圆代工制程 还有一些设备股 我想今天都表现得相当亮眼 那另外一个电子零组件 像一个ABF啦 PCB这些主机板今天也表现得相当不错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然后有一些化空股啦 就是所谓的 大家讲的什么 车用化学 特用化学这些相关的 今天也表现得相当不错 那当然我们的主流 我还是在做半导体 唯一我目前操作主流 那我陆续在这里都有开始 这几天都有买一些 所谓的半导体类股 表现得相当的漂亮 那各位可以看到 整个主攻盘慢慢出现 那追加气氛 已经慢慢出来了 就是涨停的加速 上市加上柜已经高达二十几家了 上柜已经达到二位数了 前一阵子都看不到 不管上市或上柜都是涨停 顶多是个位数 最佳意愿都不强 可是现在氛围已经改变了 氛围改变表示市场主旋段 慢慢要浮现了 主流也慢慢浮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机会形成WD 那我想昨天 我有跟大家讲说台积电 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导状反转 那三日不回补就导状反转 那以今天台积电再涨10块 把昨天下跌10块吃掉 我想到明天要回补缺口的机会 可能不高 除非要跌20几块 但是台积电要跌20几块 机会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了解到 那至于航运股呢 我想很多投票也很关心 手中有航运股 那我们等一下会为他介绍 就是航运股 散户跟外资在对作 就是融资跟外资在那边对作 那外资利用一个财务数学模型 利用挂单的手法 在吃我们一般投资人的豆腐 那如果你手上航运股 章数还不少的 其实你可以学他 那一部分 拿个10%或10% 像外资一样开始吃 这个价差的豆腐 等一下我们会教大家 好 那明天一个重点就是 明天台济棋要结算 那很多人在想 会问说 老师你这次 要分析他是 拉高或 压低结算 其实这一次 不是很好分析 很好测 为什么 但是当然 拉高的机会会大一点 为什么 他只要明天稍微拉台积电 因为整个盘面 这三天 目前看起来不会下来 那今天收盘占600元 那是不是从600元 假设有机会往上起涨 是不是上面空间就会大 所以拉高的机会就高 那如果拉高 那当然就会有机会挑战 17000点 那之前我讲的10月份的 压力17000跟16000 我现在目前认为17000 可能压力已经不是压力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盘面看起来已经渐渐形成 所谓的WD 那WD完成 因为为什么这样看 因为台积电倒装反反反 台积电往上涨 那指数当往上涨 那指数这里形成WD 那当然就17000 就会 轻舟已过完成 就会涨过去 那大家会说 那季线会不会有压 我认为 如果大盘能够供过17000 我认为季线这个压不是压 所以就有机会站上季线 这个地方是我的分析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大盘上17000 表示台积电已经倒装反转 台积电从600人往上供了 那一旦台积电往上供 17000怎么会是压力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把它设17000是压力 那你就是自己先入为主 我认为重点是在于 大盘能供17000点 就是台积电领军 是台积电领军供上 带领大盘供上17000的话 整个半导体类股往上走的话 那我认为17000左右的季线不会是压力 很容易就过 这个地方你要特别了解 好 那航运股我们可以看到行情 貨櫃山有行情贼贼的 对不对 外资心中有鬼 这边我特别讲 为什么有鬼 他在吃你的豆腐 有鬼啦 所以我们要看 航运股利用外资挂呆的手法 在吃散户的豆腐 就是今天我为航运股讲的 他怎么挂的 假设以航运股来说 我们假设用精索 当然不是 90 他可能90.1、90.2、90.5 你股票没那么多 你可能就刮那些 他可能股票很多 90.1、90.2 吃少了一个刮 10点、10点、10点 吃少了 都不刚刚好 这样 一格一格 10点、10点 一直刮起来 好 你们要去唱帝 他就吃你们这家冬葱的豆腐 你去唱 你就买到他的 买到他的 买到他的 对不对 反过来滑下去 往下跌滑下去 一格一格一格 我们简单说 九十 八九点九 一格一格一格 他就一直刮下去 你如果往下击杀 你就发现成交跌 也成交跌 他就往下 越高他就要越多 往下刮 越高他就会越多 当然我正说 简单是10 另外一种就是 每个一块 可能10点变20点 跟每期一块 20点变30点 越高他会越多 越低他会越多 假设八九 他可能一件 就开始买20点 八八 他可能买30点 他手头有现金 手头有股票 好 他这样再刮 所以你只要 行政这次出来出去 你买到是他 你买到是他 你买到是他买到 所以你在这来回 你当成了钱 就是什么钱 人家说差一块 他一天一万兆 他就差多少 差一千万 是不是 他每天把你 2-30块 你占4-5块 平均一两块 这样一万兆 2万兆 你有几十万吗 他一天要占1千万 你算法是 平均一天 一天就要收1千万 他就要收1-2千万 各位投出朋友 他这样算 所以他手头有现金 有行业 所以你手头有行业 特别的 他这样跟你占 他的价差 你也可以这样算 这样说 你有了解吗 老师在这里 他手法 告诉大家 你看 你把电脑打起来 打融资到外资 你看这一步 从一百多块下来 这破算 在这里最近这么整理 你看 只要融资大减 融资减 它就增 它的外资就大买 那 只要一涨 融资一增 外资就减少 你看这两天 融资增加 外资就买 这样扭下去 你如果 一买 他就一买给你 这些是阳民 那是藏楼 是不是都那 你看 融资到那里 那里 张融资 大减 我那只就大买 那今天大博 起起来 你看 牛起起来 说不起来 他就刮在上面买了 他就刮在上面买了 张融资今天跟他买出来了 他就来探 你做你的财务数学 一万兆就好了 一戶 就一千万 你会知道一戶就贪多少了 十天他就贪整夜了 老师在这里说给你听 我没希望 老师在这里做短 做当冲 在这里做行运股 做当冲 你的想象 老师在这里跟你说 但行情一定是 融资跟外资同步开始说的时候 行情都说不下去 但是目前怎么看 他这样跟你对着 所以你要了解 老师直接跟你说 你要把这些分享给你的老师 你的亲朋好友 老师跟你说 尤其是你有航运股 你在这里喜欢做短缀 做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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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冲 你要特别注意 你要快把他分享出 我相信 对一定有很多的帮助 老师把各种外资 各种主力的手楼 我看 我相信 你如果在这里 最终老师的节目 老师都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 不敢说让你贪到钱 但是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很多的帮助 是不是这样 各位老师朋友 你要了解 另外最近一个手楼 和主力手法压低进货 我们长务 特别说 就是先杀低 形成卖压 然后主力进场吃货 吃到卖压减轻后 就开始形成底部形态 我一直跟各位说 我一直跟各位同志朋友讲说 你要找我买最低点 卖最高点 你不要找我 我做不到我 那个是神 那是神 那我做不到 但是你后来 你看我跟你们说的高点 你后来来看 都在接近 时间接近 几乎最高点 去几天而已 低点就是去几天而已 我相信 我们来看 我曾跟各位说的 维权店 整个手楼压低进货 今天 小来 开始说 收最高 各位同志朋友 你看 是不是这样 你这两三天来看 你什么时候买 当然是什么 几乎最低 当然不是最低点 但是你现在看相对低点 明天开始起 你是不是买到地步 这个就是教你怎么买底部 我买不到最低点 也卖不到最高点 那个是神 如果那种 你也不要看我的节目 你要看老师表演 卖最高 买最低的那个 你不要看我的节目 那个是神 但是我相信神做到没有都变成 你如果在人间 不行了 人家神都在天上 你了解吗 在人间的都是凡人 我是一个凡人 我做不到 买最低 卖最高 我相信 你去看最低点 成最高点 成交率没几张 大虎主力也买最高 买最低 他是买在一个相对的低点 抵挡他一只 吃到他底部出来 底部出来 底部出来最低点 那是一个乌人 同样 他一路去 他跟我们买到买 买到最高点 那也是一个乌人 他也不知道最高点 是对一个点 尤其是 你相信我大师兄 都做这些主流 又有利用 公司好的股票 我都做这些好的股票 有利用的股票 我相信不是一个主力 我就完全控制 那些回复企业的点 但是 他又引导整个趋势 就像外资 他刚才讲的 他一直在主导整个趋势 在控制 那些所谓的 航运股 或贵三雄 跟利用台积电 来控制数 他也没办法控制到刚刚好 点数多 也有一个誤差 那个点出来 是一个偶然 是不是 只是 那个点有时候 明明之中 会告诉你 打出一个密码 各位同学 你要了解 市场在做 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 你去看老师在做的股票 相对 哎 买在第二步 买在相对的环点 航运股 你去看老师的节目 我买完车 我告诉你 这就是环点 一波流结束 我也不知道 像环点一对一天 但是你后来看 那就是环点 是不是 来到这 我告诉你 第一步逐渐浮现 我也不知道 最低点是哪里 但是你后来来看 等你过一段时间来看 这就是相对的低点 但是在做第一步 外资就是 正在跟你吃豆腐 他就是怎么吃豆腐 了解吗 所以你要知道 我就跟你说 人家在做什么手楼 做什么方法 但是我告诉你 真正很重要 这是关键 一旦行情这里 开始启动 主流股 包括你手上航运股 该怎么做 你快分析出来 我告诉你 有量 教育 大家够一个成因 够一个成果 这个叫够成因 这个是善言 我相信你也透过这样 我透过我精准解盘 照我的投资 我相信你听我的广播节目 你看我的录影带 我没给你收钱 但是我相信 就整个中长期来说 对你帮助非常的大 我们常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事迹应得读书 是不是 那一名 就是路透是八二名 没什么都改 是不是 但是后边 是靠你自己去努力 二运三风水 事迹应得读书 运渡自己去找 你跟好的人聚着火 你就会沾到福气、喜气 是不是 我们想让人结婚 要沾到喜气 就是运渐 是不是 风水 如果我们要聚在好的地方 跟好的人聚着火 就会站在好的地方 好的风水 对不对 你叫善因 你善歌 这就是基因得 所以普教走路 然后 保持 传道 布施 这个也是 你给老师和影片分享给大家 就是在结善因 得善果 就是在基因得 是不是这样 你可能有一个简单 分享 技术 但是这个人 有可能 因为这样 得到 最大的帮助 这个帮助 可能有得到 地形 省地 善知识 有可能 因为这样減顺 他也可能 因为这样贪到钱 例如 以前看老师的节目 看老师在介绍 如果说压低竞获 有全店 今天去那边 以前去那边 以前去那边 就会贏 太大 他今天贪贪 贪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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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但是这样是不是很好的帮助 我们来看 是不是这样 你就想对 支付 当然不是买到最低点 但是今天看 支付买到地板 当然 第一次要买不到 第二次 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 第一次买到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就是縫低布局 對不對 特色就是學經驗學地勢 所以你要了解 老師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要了解 10月分一定接近10月底了 手樓開始在改變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今天台基元起10塊 台間長漲10元 今天漲了195點 說在16900 那成交了2653億 紅K 那五日月十四線 那目前 今天也站上了月線 對不對 那巴爾資金來到35% 航運股甚至17% 那月線經常要做這樣減 航運股塊比較容易走 不然的話 會覺得很悶 那就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看著 我們要把月線在創造 我們要給大家了解 大盤 新陳類似的WD起來了 所以要了解 這個盤 大盤WD他就有機會說 那當然 我認為所謂季線 能夠上17000點 季線就不是壓力 他就會再加上去 所以各位投資者 你在這裡要下去 你看看 這個貴買 所以今天中小型的股票就會比較強 所以從半導體開始擴散到 所謂中小型 二線的所謂的半導體相關類股 這個行情投機氣氛起來 行情就比較容易做 對 多做 所以只要陸陸續續 大師兄會帶你陸陸續續續做 只要強勢主流股 所以你要趕100機會 這次去多久 我們後面我們要追蹤 台北這個地方 把握這個機會從底部這邊 很多股票都完成 底部開始起重 就像老師跟剛剛講的 我今天又進了一檔 所謂的半導體類股 買了也相當漂亮 收在最高點 所以這裡 你就要把握這個機會 電話播進來 02-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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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順序 utilizar 擴兔發導財 謝謝我們的 謝謝